公斷人員在鐵軌旁邊沿線巡視 十七號九點三十五分 台鐵四零二次太魯閣號 行經花蓮東里東竹間路段 疑似撞到一顆籃球大小的石頭 司機緊急停車檢視 發現車頭前方輔助排檔器 歪斜受損 為了安全起見 該次車駛進台東站段之後 我們會繼續安排其他的詳細檢查 在現場大約停留十分鐘 繼續往南行駛 車上人員都平安 而其他車輛行經該路段 沒有發現醫務入侵軌道 目前公斷人員持續檢視 確保安全無虞